日前外面画面曝光更多细节 显示胡锦涛被架走前 曾与疑似习近平的保镖和中办副主任孔少逊 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僵持 胡锦涛反复想要打开红色文件确认 但被一旁的立正书一再制止 立正书要起身 被王沪宁拉下 其中习近平似乎亲自示意 下令工作人员将胡锦涛架走 而胡锦涛在离场前 还想伸手拿习近平桌面上的文件 也被习近平一把压住 外界认为会议文件可能是引发这次争执的焦点 而这份红色文件外界推测 最有可能是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 推测来看可能是现在习近平拿出来的名单 跟之前他承诺给胡锦涛等政治老人的名单 是有出入的 应该有真假两份名单 因为如果是前后统一个名单 这种争执是没有让他通过主席团会议 没有办法走到今天的二十大来的 更没办法走到闭幕室来的 而关于中共当局由于身体原因的解释 评论人士认为几乎没有这种可能 我基本上排除胡锦涛是出于健康原因 被迫离席的说法 因为这个时候应该是保健医生 而不是中办的人带他走 而且胡锦涛走的时候步履稳健的 没有任何身体难受的表情 他的表情完全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愤怒 所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评论人士指出 几位团派人物的异常反应 可以判断胡锦涛因为政治原因离场的可能性 胡锦涛他被嫁走的时候 表现最紧张的几个人 就是团派的那几个人 胡春华他整个动作是很紧张的 他两个手是端着的 而且感觉是屏住呼吸 然后整个里面目表情是僵硬的 而当胡锦涛经过他们这些座位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他 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身体不好 确实是有点难以自圆其说 在中国国内 胡锦涛被嫁走的相关信息 遭到全面封杀 胡锦涛和儿子胡海峰的名字 都成了敏感词 被各大社交平台开启评论隐藏 更有网友发现 胡锦涛参加2008年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画面 也惨遭官方检调 那有一点我是非常担心 这个胡锦涛之后 他个人的自由问题 24号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 表态坚决拥护习核心 栗战书和汪洋也在同天表态拥习 被指示出于保命心理 平略认为二十大习家军一统天下 李克强汪洋胡锦涛双双跌出政治局 团派被全面清零 二十大后可能有新一轮大清洗将至 我们二十大之后 马上可能会看到的清洗一大批政敌 就是一大批反习的力量 而且我觉得是以江曾这个派系 为主要的打击对象 通过这种方式清洗党内的反习力量 最后能够达到习近平一人独裁的目的 但是呢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完 习家军一统天下的开始 可能恰恰是他走向末路的开始 因为物极必反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韩非总和报道